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,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十年之后,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利等方面有所进步。 近二十年来,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,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,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,人权记录备受批评。 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,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。 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,常常超越法律,虐待维权公民,大肆镇压不同声音。 法学教授陈光忠说, 要依法治国,首先是要依泄治国,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, 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。 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,泡航限制权力。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, 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,人称维稳沙皇。 在他主导下,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, 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。 陈光忠教授指出, 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利, 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, 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。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, 这种倾向应该纠缠。 我估计, 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, 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, 把维稳的权力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, 还不能为受欲为。 在北京街头, 许多人认为, 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。 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,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, 就是你没有, 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, 待会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, 它怎么稳定呢, 它就稳定不了。 你先觉得, 大家觉得有公平了, 都有自己的权益, 有自己自愿了, 心态放平了, 这个社会才能稳定, 我是这么觉得。 不过, 鉴于过去几个月来, 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, 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, 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, 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。 周世锋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, 这个律师事务所带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, 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, 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。 周世锋表示, 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, 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。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, 好多是不至为犯罪, 甚至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, 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。 他说, 在当今中国, 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。 科幻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, 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因素, 他们有可能是政治因素甚至法律因素。 两个多星期来, 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, 并与警方对峙。 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, 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 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,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。 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。 所以呢, 那个它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。 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, 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, 都会引发骨牌效应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。